在成都的武侯次中 对于有功与蜀汉的文臣武将 都是有塑像的 在文官廊中有14名文臣 像庞统 蒋婉 费衣 这样的知名人物都在 在这些塑像中 有一个是属于杨红的 杨红是什么人 听起来很陌生啊 三国演义中没什么他的戏份 三国志 终也不见他的传记 武侯次这么说吧 这是一个在战略上和马素相当 战术上超过马素的人 相较于马素 他更可以称得上是诸葛亮的亲信 马素为大家熟知的是两件事 一个是在马素送行诸葛亮南下 平定南中的时候 向诸葛亮建议南中容易叛乱 如果单纯用武力镇压 日后还会叛乱 兵法云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希望您能让南中诚心归顺 诸葛亮接受了马素的建议 通过欲擒故纵 让梦获心服口服 后来南中确实没有爆发大规模叛乱 马素另一个就是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诸葛亮派马素在接亭迎战张河 马素不听王平建议 坚持在山上安营扎寨 结果被张河断了水源 又无法做到激发士气同心俱敌 导致了接亭的失守 首次北伐的失利 最终诸葛亮会为斩马素 马素可以看出来 马素是诸葛亮的亲信 可惜他辜负了诸葛亮的信任 两件事先后反映出 马素是一个战略上有光 但是战术上略显不足的人 很巧 杨红也有过类似的两件事 在汉中之战的中期 曹操亲率大军和刘备在汉中对峙 刘备前线吃紧 就写信向诸葛亮告急 要求诸葛亮赶快向前线拍兵增援 当时诸葛亮在成都 后方可攻增援的兵力 赢不多了 诸葛亮拿此事去问杨红 看他有什么建议 杨红向诸葛亮建言 说了八个字 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 他说 汉中是蜀汉的命门 现在就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应该全民皆兵 不遗余力地支援前线 不应该犹豫疑惑了 于是诸葛亮采纳了杨红的建议 最后刘备拿下了汉中 诸葛亮以灵之战后 刘备在撤军退守永安 召诸葛亮脱沽 汉家太守黄元发动叛乱 当时诸葛亮不在成都 朝中都认为 如果黄元不攻打成都 就会去割据南中 杨红判断 黄元没那个能力 只会顺江东去投奔东吴 随后刘禅采纳他的建议 派人在沿途堵截黄元 结果真的活捉了黄元 平定了叛乱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 杨红和马素一样 有着很好的战略眼光 从宏观长远的角度 帮助蜀汉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杨红在战术上超过马素 可以精准判断敌人的作战意图 并且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最后取得了预料的结果 杨红杨红是个具有优秀战略眼光 与战术安排的人 可惜公元228年在任上去世了 和马素死于同一年 如果能长寿些 随同诸葛亮一同北伐 想必可以为诸葛亮提出更多的建议 成为诸葛亮身边 比马素更加有实力的亲信 这是一个人的范Cid啊 在红杉红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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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trabalho